好 教你怎麼挑花束之後呢 我們要告訴您春節的還有哪些禁忌 尤其是貼春蓮可千萬別亂貼 大筆灰各種印景字樣就寫在春蓮上 不過這個春蓮該怎麼貼 時間點還得抓得剛剛好 在除夕的話 那個氣會降了比較多的機器 到這個環間來 所以你貼春蓮啊 代表會春財嘛 除夕當天貼春蓮福氣最旺 如果今年想省點錢不買新春蓮 就得記得擦鍋再貼新年財有新氣象 生氣快樂 公司保財 一元付十萬象星啊 龍蓮景氣低迷 接著小龍蓮的春蓮內容也就格外敏感 財源滾滾的財源 諧音財源不吉利 招財敬寶也一樣 不但諧音招財還敬寶 另外新春招財該怎麼穿也有訣竅 粉紅色的東西你太多的話 你的煞就是變成會有桃花絕 民宿專家打破刻板印象 認為粉色穿多反而會有桃花煞 青春除了紅色洗漆外 建議配飾最好再加點綠色黑色混著搭 連結招好運穿著布置都有小配搏 就是希望可以替小龍蓮討個好照頭 幽電TV黃玉莊周月柔台北報導 北東的紀錄網站